作为蜀地赫赫有名的唐门少主 我却身负祖传的血脉病情 若是找不到命定之人双凶 不到二十五岁 就会急速衰落 命由我不由天 我去 你这是什么新造型啊 没想到 这李寒李妍竟然就是玄秦山双杀 她现在是唐门少主 或许知道月确卿的下落了 大人不打脸 你搞不懂讲我规矩 蠢鬼 还得被少主亲自来 唐不妍 你干什么呢你 李承熙他这个人 非常龟毛 特别爱打你女人 要是开心了 啪啪啪就是两耳锅 快 沈楼主不必白费心机了 你家好凶 这位便是江湖人称 阎王仇的神医 燕燃 等到你彻底入魔 我就把你变成人体标本 供我日日去 你竟然这么紧 是怕我跑了还是舍不得我 我的东西 李承熙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笑起来也好看 他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血脉之症 提前爆发了 我的胃啊 你怎么有胃症啊 小燕 原来 我就是你的命定之恩 我一直以为 你就是我命定之恩 果真 梦很难成证 你就是我命定之恩